要说唐嫣罗靖这对夫妻 也算是娱乐圈的楷模了 没有绯闻不说 业务能力更是够硬 两人公布结婚时 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 记得当时刚公布恋情 唐嫣上了一期快乐大本营 节目中只要主持人一提起罗靖 唐嫣就忍不住笑 看那屏幕前的我 也是满脸一目笑啊 两人公开亮相一起参加活动时 台上的主持人贾乃亮和郑凯 也忍不住调侃起了他们 面对这种调侃 台下的唐嫣罗靖也是相视一笑 你以为这种调侃只有这一次吗 郑凯搞事情的程度可不是吹的 在另一个活动上 郑凯一上来就开始调侃他俩 看大家没吃饭 今天又来撒狗粮了 惹得台下一片笑声 当然只靠别人调侃 还是不能满足大家的 狗粮还是要正主亲自撒菜香 在一次盛典上 因为唐嫣的裙子太长 高跟鞋不小心勾到了裙子 罗靖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问题 连忙蹲下身帮唐嫣整理裙子 这一幕在当时引起了台下很大的轰动 看得我捂住胸口直呼救命 简直就是偶像剧的剧情啊 婚后的两人不管是家庭上还是事业上 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罗靖与孙丽主演的安家 收视和口碑都非常可观 主演们在接受采访时 孙丽对罗靖可是赞不绝口 还说只要举一个例子 就能证明罗靖是个好男人 孙丽透露 有天他和罗靖聊起了包的问题 我就从一个细节上来讲 在戏里 他的老婆是卖包的 有一天呢 我们就聊起包 哇 他对包的认识啊 就是 我觉得比我还熟 你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一定平时特别宠爱老婆 才会有这样的情 女生爱包天经地义 孙丽知道那么多品牌的包 有情可缘 但罗靖一个大男人 都知道这么多品牌的包 真是让人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罗靖的宠亲人设 真不是吹的 相比于罗靖 唐烟撒起狗粮来 也是丝毫不手软 在采访中 唐烟会甜蜜称呼罗靖为 我们家那位家属 孩子豹和罗靖在不同剧组拍戏时 两人会通过视频的方式 一解相思 因为吃饭的时间差不多 所以每次视频 两人都是在吃饭 当然除了秀恩爱 唐烟也没往在线吐槽 或者有的时候我很饿的时候 他们吃夜宵 就会打一个电话过来 然后你再 哇这个超好吃 我说你可以挂掉了吗 谢谢狗粮吃的很饱 不得不说 这样的相处方式 属实让人羡慕啊 你以为狗粮到这儿就结束了吗 还有罗靖对老婆的彩虹屁 也是甜到掉牙 你们俩都会做饭吗 都会 我们俩都会 但是我们各自强项不一样 你的强项是什么 我的强项是把菜做得很难看 但非常好吃 他的强项是又好看又好吃 两人当众秀恩爱还不够 在私下的一举一动 也是透露着满满的爱意 每次被拍到共同出现 都是手牵着手 或者挽着胳膊 再由罗靖提着大包小包 两人还穿着情侣服装 这狗粮吃的 我是心甘情愿 神仙爱情也不过如此了 从这儿也不难看出来 这两人是真的在认真过日子 不会为了热度 故意去秀恩爱炒作 曾有人感慨 唐妍一看罗靖 就变成了一个热恋期的小女生 可爱至极 虽然她曾在感情上受过挫折 好在等到了对的人 再也没有比这更甜的爱情了 相信很多小伙伴也知道 他俩合作过不少电视剧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而且因戏生情的夫妻不在少数 但是能够长久的还是并不多的 先有杨幂刘凯威 后有赵丽颖冯绍峰 这两对也是因戏生情 但仍是好景不长 结婚没几年就离婚了 所以很多粉丝也是觉得非常遗憾 这样看来 罗靖和唐妍这二人 确实是非常恩爱 也算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了 希望他们以后能拍出更好的作品 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再合作一部戏 好让我们再饱饱眼福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